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土耳其知名穆斯林電視報道者奧克塔爾, 因為詐欺及性侵未成年人士有涉及間諜罪等等, 被斯坦堡高級刑事法院判處8658年刑期。 奧克塔爾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形象, 就在電視上那個滿口神創萬物宣傳保守價值觀, 但就被多名衣著性感、濃妝厭沒女性圍著的性愛邪教教主。 根據法新社引述當地媒體的報導, 現年66歲,奧克塔爾在有線電視A9頻道上擁有自己一個報導的節目, 主持討論宗教議題的訪談節目, 主持一講十幾年, 他多數都是穿著西裝上去的, 就宣揚神創論和保守的價值觀, 經常都讚美珍珠, 但轉過頭就和旁邊的性感女郎一齊跳舞, 這些女性亦都是他的信徒來的。 奧克塔爾就將他的女性追隨者叫做是他所養的貓仔, 而男性叫做獅子, 當中是不缺有知名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其中曾經被他叫做奧克塔爾最愛的小貓前信徒恐卡古爾表示, 他被人監禁在位於懸崖邊的海景別墅長達9年, 同一個時期他一共有20名女性亦都困在裏面, 就由60多名武裝警衛和數百部監視器和信號干擾器看著, 警方後來亦都在找到窗、裝甲車等重型裝備, 而奧克塔爾曾經多次捲入性醜聞, 2018年伊斯坦堡警方曾經展開行動, 將他和236名教派成員拘捕, 亦都向奧克塔爾告他多項罪名, 包括組織犯罪、性侵、綁架、逃稅、欺詐、 和政治組軍事間諜罪未遂, 亦都違反反恐法等三十多項罪名, 超過160名的宣徒亦都被人調查起訴。 而恐卡古爾這時決定轉做檢方的污點證人, 聲稱奧克塔爾早在1998年出現性功能障礙, 但是以各種方式去虐待女性, 甚至乎與信徒洗腦說七歲就可以性交, 雖然在電視報導, 但私底下自認是史上最偉大的先知, 但是很少提及到他們的阿拉真主。 而歐克塔爾由於不認同達爾文的進化論曾經以北名哈倫葉海雅去寫一本書, 就説《創世論圖譜》這本書, 在宣揚伊斯蘭神創論書中宣稱自己已經很科學地推翻進化論, 而早在90年代他已經因為性醜聞受到當地社會關注, 但他仍然持續報道吸引信徒。 2011年更是創辦網上電視頻道傳教成為網紅教主。 而節目中有很多性感女信徒是會隨著音樂一起起舞, 他叫這些女性追隨者是小貓。 亦曾經在法庭上宣稱自己是近一千名女友, 就説對女人充滿愛。 奧克塔爾其實好多年前已經被警方看上了, 但擊潰邪教的就是2018年一名父親就見到自己兩個失蹤多時無聯絡的女兒出現在他的節目上, 而這兩個女兒的胸和嘴明顯是經過整容的。 這個好生氣的父親就把奧克塔爾告上法庭, 然後各種對奧克塔爾的指控和證據迅速飆出來, 亦令到警方可以成功將奧克塔爾入罪。 有些已經離開A9的女信徒就説她們曾經被逼做性奴隸, 有一名化名做CC的, 前女信徒就説自己十七歲, 已經是加入奧克塔爾的教派, 她出庭作證時指出, 她説自己跟很多女性一樣, 就遭到她的性侵, 其中一些受害者甚至被逼她被引藥。 警方去搜查奧克塔爾的住所時, 不單止是搜到大量的秘密武器, 防彈背心就有6.7萬顆的被引藥。 而奧克塔爾就在法庭上辯解了, 她説這些藥物是用來治療皮膚病和驚奇不順。 去到去年1月11日, 土耳其法院判處這名教主1075名刑期, 她提出上訴, 但裁決最後就被上級法院推翻。 有女信徒就因參加選美比賽, 而成為她的目標結果亦飽受騷擾。 奧克塔爾的前女信徒希姆謝克, 在奧克塔爾2021年被人定罪後 對土耳其媒體說, 她説她在1994年參加選美比賽。 奧克塔爾在電視機看到她之後, 就對她好喜歡, 然後亦都跟她說, 她説她在報紙上邊、 電視上邊看到你了, 她説好喜歡她, 就叫她戴上睡衣, 一起住在她豪宅裏邊。 她説到來到這裏, 會給她最好的待遇, 給她最好的牌子的衣服穿, 她説生活亦都會是最奢華的。 希姆謝克離開奧克塔爾的組織之後, 她説一直被人施壓和擾亂的工作和社交, 她為了逃避她的騷擾而去到美國生活。 她更加在2021年指出, 奧克塔爾是對她提出了超過300宗誹謗訴訟。 以斯坦堡等等的刑事法院, 就在今年的1月16號, 是重審和奧克塔爾有關的案件, 不單止是將她再次定罪, 和亦都是判處她和13名同伙, 各自都是8658年的徒刑, 罪名就包括性侵害和剝削他人自由等等。 就算多數的土耳其人, 當這是電視笑柄、宗教小強, 仍然有不少信徒認為, 奧克塔爾是被國家所迫害的尼賽 檢方用的大量秘密證人和非法證據 還有8000年的刑期背後, 他們覺得是充滿政治陰謀。 今集和大家看了這個案件, 其實有不少人都是會利用她自己的名氣去做這些事, 不少的。 這條案件其實到時到後, 又會爆發差不多相同的東西出來的, 不過今次特意拿出來講, 因為她的年期比較大, 8000多年, 其實只是靈頭58年已經足夠她坐一輩。 好啦,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